国际消息方面 拥有超过9亿名选民的印度 在昨天展开为期六个星期的下议院选举 投票站多达105万个 堪称全球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 第一阶段的投票程序已经完成 吸引北部选民踊跃参与 投票率有望创下新记录 但在曼尼普尔邦却爆发了 族群间的武力冲突 武装分子更企图占领投票站 使得选举蒙上暴力阴影 总人口高达14亿人的印度 在昨天掀开五年一次的下议院选举序幕 这场为期六个星期 分成七个阶段进行的选举 涵盖超过9亿名选民 以及2600个政党 竞选席位也多达543个 直到六月才完成计票 规模可说是世界最庞大 来自执政人民党的印度总理莫迪 将寻求第三度传联 而各界普遍相信 虽然受到经济和民生课题影响 并且对垒12个反对党组成的 在野联盟 但莫迪依然会轻松过关 率先在第一阶段投票的地区 包括执政党票仓的北方邦和中央邦等21个区域 水委会官员指出 北部地区投票率非常踊跃 从最大的比哈尔邦到最小的特里普拉邦 分别有四成和将近七成的投票率 有望创下新记录 然而东北部临近缅甸边界的曼尼普尔邦 投票日却传出枪击案 不少正前往投票的选民 听到枪声后纷纷打腿逃命 一名选委会官员透露 枪击案是由两帮武装组织搏火所引起 目前无法证实伤亡情况 此外更传出至少六宗武装分子 企图占领投票站的事件 据了解当地占多数的煤太族和较少数的亲族人 因为族群问题过去不断爆发冲突 虽然暴力频传 但还是有多达七成的选民 毅然冒险投票 来自煤太族的难民宁朵瞻 就表示投票是他目前改变困境的重要抉择 曾经拥有一家旅店 过着富裕生活的他 因为族群冲突而失去家园 如今只能在难民营接受救济 让他觉得自己活得像乞丐 有很多困难 有很多困难 对孩子的教育 对我们吃的食物 政府给我们两次的食物 但我们吃的食物 我们住在家里 他控诉曼尼普尔邦的族群问题 长期以来都被莫迪政府忽视 不过寄望透过选票发生了他 在抵达投票战时 才发现自己没有被登记在选民册内 错失投票机会 无奈抱憾而归 另一名亲族那名朗丁 虽然顺利投票 但悲观的他坦言 想要凭选举解开千丝万缕的族群纠纷 恐怕不容易 根据报道 曼尼普尔邦只占区区两个议席 虽然这次估计会由执政党继续胜出 但对中央政府而言 却无足轻重